好,那今天请那个Tony开始 好,谢谢伊迪教练 今天我们进行牛马的第一次讲座 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讲座 就是说我们 就是说Cover上一次 我们还没有来不及Cover的东西 就是说今天主要分 首先我们要感谢所有这次牛马组织的人 组织者还有朋友 包括这个讲座还有很多拉拉组织 我们involve的很多很多人 不能说成百三千吧 我记得是300号人肯定是有的 就是说我们很非常感谢这些义工 就是说非常proud of you 另外我还是很感谢就是Beng 提供这个主人账号 让我们有机会呢 就是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 就是面对面的交流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让大家就是说牛马有个更好的体验 就是说 今天呢我们议题的主要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以 以简解为主 就是说我们做lecture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以QA为主 争取就是这两个时间是half 所以我们就希望今天能有足够的时间 让大家QA 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有很多义工啊 包括我们的跑者 非常有的跑者就说已经跑过 好多好多次牛马了 那就是说甚至每个 每个管角都已经已经都很熟了 所以就是说希望他们的经验能帮助你 就是说出跑者或者就是说外地的跑者 就是说能更好的就是说认识这个牛马 让牛马就是说跑得更好 首先第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讲座 就是说我们还是讲这牛马策略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对每个参赛者跑者来说呢 就是说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有一个好的体验呢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emphasize 就是说不管你是佛系 平时佛系跑还好啊之类的 但是你毕竟在这个一个一个大满贯的赛事 来牛要来跑 就是说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说能try your best 就是说当然了如果你受伤了或者怎么样的 你想今天是完赛目的 我也是非常祝大家就是说good luck 就是说但是我们就是说还是就是说还是花很多时间来 来让大家就是说准备好这次牛马 另外的话我们会邀请一些就是说官兔 我们华人里面呢也有很多牛马的官兔 我们就是说讲解一下怎么样 就是说如果有了有这个需要的话 你要跟去官兔的话 他就官兔有什么要求啊 你怎么样跟官兔啊 能取得你更好的成绩啊 还有就是说我们还要组织一些师徒啊 这个性质呢是跟官兔一样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只是私下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规模可能没有官兔大 但是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更personalize一点 而不是说官兔我这个时间我还是你如果跑跑不了的话 我会跟你也不会encourage你是不是 因为他毕竟带来的人是一大群的人 另外我们今天玩的重点呢还是说放在拉拉跟色眼上面 就是说我们进了一个这个群就说其实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拉拉跟色眼 这第一个拉拉拉就是说这个这个牛马就是很腻 就是说这个在六大漫卦里面我认为牛马是最难的 有人认为是波马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跑过四次波马 这一次接下来这个周末也是第四次牛马 就是说我觉得牛马好像比波马更难跑一点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大的strategies就是说你波马你只要前面后的住了 可能后面你可以可以take the advantage of刚开始的下坡 就是说但是牛马没有明显的一个下坡的那个那个advantage 就是说另外就是说一个色眼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在组织的 我们我们就是说等会我们被介绍了我们这次华人跑团呢 就是说我们跟跟训言差不多组织的13个拉拉点 就是说每个拉拉点都有自己的拉拉 还有色眼就是说那希望呢能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瞬间 就是说第二部分呢就是说我会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牛马只能还有这个拉拉的地图 我觉得就帮助大家如果你就说记不住啊或者怎么样 用手机来进用这个牛马地图 就是说拉拉地图来看的话可能更容易一点 就像我先说了我们大多数时间会还是放在QA上面 就是说大家有什么任何问题 包括logistics啊还有任何的问题 就是说包括啊 就是说赛后啊到哪里去吃饭啊甚至这些问题都 就是说你都可以问就是说 首先第一点我们讲牛马车脸 我们还是跟上一次的四个嘉宾 就是伊丽如花小叶跟三界四位嘉宾就是说 我们呢就是说基本上就从现在时间开始 就是说cover到赛后就是说哪些需要注意的视线啊 还有你比赛的是要注意些哪就是说什么样的strategy更好啊 因为牛马这个赛道还是比较special的赛道 就是说所以他们这四位呢都已经跑过好几次牛马了 或者上周上个月呢也应该是应该是这个一样 刚刚跑到芝麻 所以这个有一个比较就是说可能芝麻的赛道呢可能比较比较平 就是说一个paincake的一个flat的一个赛道可能没有 不需要特别的一个strategy 但是牛马可能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会请他们就是说可能怎么样 就是说跟芝麻相比的话 我们牛马赛道应该采取哪些 就是说有针对性的一个策略我们等一下会QA的形式来 大家就是说分享就是说 基本上呢就是说按照比赛周根据就这理论 这是我总结的就是说这个这一周呢 其实上就是大的你的你的level基本上已经定了 就是说你不可能在这一周里面 就是说还想我再提高你的finance 这是基本上是missing impossible的 就是说这这一周如果你想啊 就是说再进行hard training的话 其实up side非常的小 这个down side非常的大 所以还是我记得大家还是就是说 还是听从就是说过来人或者你的计划的那个 而不是说临时抱佛教就是说啊 来进行就是说进行一个hard workout 所以在trainment方面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啊已经 done的就是说你但是呢还是要你要keep training就是说你还要乱就说该该怎么样的啊啊啊乱还是呃就是说还是去跑就说上一次一里教练也比较了各种各样的啊就是说这个计划是吧不管你是汉森的阿迈的还是 Daniel的还是还是别的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虽然是减量了但是你还是这个routine还是要保持 比如说你像我的话可能 run every day 我可能量还是少了 但是我还是keep这个 pattern 就是说我不想就说 一个额外的 stress 对我省点 可能哪一天不跑 我就可能觉得逢色不舒服 是不是 但是我还是在跑 但是我不会 就是说 不起非常 hard 就是说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爵士轮褐色 就是说这一点也是很重要 尤其是 你如果要穿新的鞋 包括我这次可能会穿的一个新的鞋 可能就是说 后面磨脚啊之类的 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就是说根据你的具体的情况 你可能会就是说 希望就是有个feed in的过程 比如说跑个十麦啊 这来看看 就是说这个小 和这些拨脚啊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 那可能就说 可能这对这方面不是非常 sensitive 你可能就是说 你可能跑个三麦就可以了 我们重点呢 今天就是说 我们要focus on 就是说 怎么样就是说 这个be ready for the risk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我觉得这两方面 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我们心里也想 就是听听世卫嘉宾 就是说 你是怎么样 就是说 在这一周 就是说 prepare to best prepare 你的upcoming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hard race 就是牛马 就是说 首先呢 我想想问一下 就是说 就是这个 cap loading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大家 跑马人或得或少 都是有听说过 就是cap loading 有的人认为呢 就是说 最后一周 我就可以大吃大喝 终于 无所忌惮的 就是说 你跑得少了 再进去 那个就是说 大 就是说 你好像就是 你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我想听听这四位大神 就是说 有什么想法 就是说 比如说 什么是cap loading 它为什么很重要 怎么样 进行cap loading 我们要该吃什么 吃多少 我们怎么知道 就是说 我这个cap loading 已经足够了 已经full loaded 就像你化石火箭一样 你这个 这个燃料已经足够了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首先我们就请伊犁大哥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哦 我倒是没有什么 slides要share的这次 就说就可以了 我们这种 对 你想到什么 就说什么 就说 对 我其实以前的 很多slides都讲过 carb loading的问题 那 从那个原理上来讲 这样说 就是carb loading carbohydrate 是我们 我们身体 就是能量 从那个 从食物吧 然后转成那个 生理 你储存的一些能量 是以 是以那个glucogen 就是那个糖原的形式 存在 肝脏和 和那个肌肉 就是说 那个里面的 血液里面 一小部分 那 还有一部分的能量 来源是脂肪 你一个人不动的时候 也是需要用到 一部分的carb 和一部分脂肪的 那你在运动量 少的时候 用到脂肪的比例 就转化成能量 维持你的 那个基本的生理 的这个比例要大得多 当你心率 就是你 你活动量大的时候 用carbs 用carbs的这个比例 就会增加 然后每个人增加的 这个 就是每个人 在不停的配速下 就是他的比例 是不一样的 那些 那些well-trained people 他会 消耗的脂肪的比例 会更多一些 就是有氧base 好一些的人 他的那个脂肪 消耗的会 会比例会多一些 carb会少一些 所以 所以你跑量大的人 需要的carb 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那 说到这些 就是你在 马勒松配速 每个人呢 如果你认真的去比赛 认真的比赛 在你的 比如说 最大的心率的85%到80%左右 其实有个比例 就是你在 你在那个MP 马勒松配速的比例 下去跑的话 一般人可能会消耗 超过大半的能量 都是从carb来的 一般人能够 一般人会用到 就是我们的肌肉 一般会存大概2000卡路里的 carbs 就是2000是 是多少呢 大概是500克 一个carb 一个carb 是4个 4卡 那 一个人 就是well conditioned people 能身体力 可能存800 但是我们一般的人 可能是在 比如说500到800之间的吧 等到你 跑了20mine 如果用完了 大概是2000左右 那个卡路里的话 从carb来的话 一般就可以撞墙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你在平时的训练里面 然后要不停的去增加 你身体能够储存carb的 一个一个技能 另外你在比赛前的一周 那个research啊 science都证明了 如果你能够改变饮食的结构 让身体存储的carb 相对多一些的话 会有利于你比赛 但这并不等同于 你比赛的时候 就不需要补carb 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来 有一个deficit 有一个 大概600卡路里 左右的deficit 所以一般比赛的时候 会建议你 每半个小时 吃一个胶 那三个小时 就是600了 加起来就是2600块 2600卡的样子 carb loading的一个原则 就是你最后一个礼拜 你提最好维持你的 那个raising weight 就是说你不要吃到 重了好几磅的样子 我觉得可能多个半磅 一磅的样子是合理的 因为你的跑量减少了 但是不要重了好几磅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就是比赛策略 比赛中你可能要 每半个小时要吃100卡 我说的这些 假设你会努力的去raise 如果你只是 就是当个pacer 或者当个司徒 或者是你take easy 去端观光玩 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 你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 就是说carb 可能你消耗的食材 会更多一些 路上你多停一下 然后吃点东西 拿个香蕉 喝喝水 什么的 走走停停 这样的话carb loading 就不是那么重要 Tony你觉得呢 我觉得挺好的 还有没有谁 你们三位要补充的 没有的话 我们就是 让我们如法来说 喝水 OK 就carb loading 其实我还想说一下 就是刚才利哥说 说不要就是carb loading 完了种好几磅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难避免的 因为你carb 那个存在你的身体里面 每颗carb 还要再结合一些水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你种酸的体重 是有水分在里面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原则是 你一旦看了carb loading 你就不要再上秤了 你就不要再看体重了 你就当没有发生就好了 这我就是最重要的 然后 然后那个 其实吃的时候 你按照那个理论 是所谓的 每克 每公斤体重 要吃10克的carb 每天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是60公斤的话 那就要一天吃600克的carb 其实很难的 其实很难吃的 你就说四几个馒头吧 我就觉得即便是这样 我也不太建议 你说你就为了吃到它 你去精明的吃 就是还是要自己舒服为主 何况是 通常我们在做carb 有的时候 你当吃一克carb 你不可能吃百分之百是carb 它还要带一些 其实那个 那个是反而不好的 你很难说吃的是纯carb 这个太难了 就算你出去去饭馆 carb 点个炒饭 那炒饭里它不放油吗 它没有别的菜吗 没有鸡蛋吗 这些其实都是负担 所以就是也没有必要说 去拼了命的吃 只是你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在 你就还让平时的量 能稍微多一点 然后结构上 比如说你平时 你吃菜吃得多 你吃饭吃得少 你现在你多吃点 你少吃点菜 就就可以 然后喝水的话 我是属于马拉松里面 喝水比较少的人 就除非天气很热 所以 而且我是会 我现在是比较在意 手势在比赛里面 就是去水战拿水 会跟别人去有冲撞 或者有个挤 或者影响速度 所以我是还挺习惯 自己手上拿一个手持的 然后手持里面 一般我会放Gaterade 然后这样的话 我中间可以 跳过很多个水战 然后有时候只是说 我实在就想喝一口白水 我再去拿一下 但是如果你不想 自己拿水的话 那水战 我觉得至少 至少是过了 比如说10K以后 你最好 比如牛马水战 是很多 基本每卖都有 那至少可能 每两个水战 也要去喝一次 保证 特别是我觉得 Gaterade可以多喝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保证 你的体内的 那个电解质 比较的平衡 下面我们就讲 这个睡眠的东西吧 我觉得这个睡眠 就是说 很多人就是 可能紧张啊 之类的 可能就是说 晒晴 就是说 睡眠不是很好 就是说 大家有什么建议 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 有没有建议 就是说 让睡眠更好啊 之类的 另外就是说 到底这个 这个晒晴 这一夜 就是说 比如说 11月4号 这个晚上 就是说 睡眠不好 可能比较紧张 或者怎么样 就是睡得不深 这个会影响performance吗 如果是的话 怎么样 就能 能尽量的减少 这个impact 大家有什么建议 很多人 比赛前 睡不着 你这么想 其实很多是个心理问题 为什么我们很多人 比赛的时候 突然间会比 会比那个 平时训练跑得好呢 这些人很容易兴奋 那他比赛时候 很兴奋 他跑得很好 如果 您觉得 就是比赛前 你睡不着 您这样的体验 其实是在比赛里面 能够跑出 很好的成绩来 就somehow 你的那个肾上线激素 你在激动的时候 会keep you really awaken 就是会 会让你身体 特别的 就是说敏锐 然后呢 你要这么想 你其实是一个 更好的 比赛型的选手 如果你比赛前 睡不着的话 那你安心的 把这个觉睡好 实际上 你 慢也慢不到哪儿去 你快也快不到哪儿去 你睡不好 然后那个自己发估计 睡觉就睡好了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 我其实发现 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就是那些 比赛型的选手 前一晚上经常会睡饱觉 那种感觉 因为我 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的 就是说 对 然后实际上 他比赛的时候会跑得很好 比他的训练要好 因为我看过很多人的数据 我可以 这么说 因为他们每次跑步的VO2max 我都算得出来了 比赛的那个VO2max也算得出来 可以一拉出来的历史 一比较就知道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什么样的人是比赛型的 什么样的人跑得跟比赛 跟训练差不多 是有这样的区别的 OK 行 我们是时间比较短 我们就go next next slide OK 就说比赛日的凌晨 就说大家建议 就说什么时候起床 什么时候 就说该穿什么呀 就说 该吃什么东西 还有就说 我应该带什么东西 这些logistics 就说你们有什么建议 就说尤其是牛马这样 就就说 point to point 就是说这个 这个 Lewis Morning这个logistics 是是一个一片的math 就是即使是我们住在local的人 我们也差不多 可能比你们起得更早 我们可能四点钟就起床 完全不像芝加哥 就是说我 一起床 吃完了以后 我可以散步 直接散到起点那里 就是说非常非常的easy 但是对牛马来说 这是一个night male 就是说 但是就大家有什么建议 就是说让我们 就是说 尤其是出袍子来说 就是说怎么样 减少这个紧张 还有就是说 就减少就是说 把这个能量 好不容易加烫加起来的能量 就把这个方面给消耗在这个方面的 其实像你们local的人 跟外地去的人 是还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你想比赛好的话 比赛啊 你要把它当做一个 日常的long run 怎么去想 去跑 很多人比赛的时候 出幺蛾子 说差错 就是你做了太多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心理上有很大的不同 对当地人来讲 纽约马拉松的赛道 你们是很熟悉的 特别是中央公园或者城市里那一道 你很熟悉 但是对外地人来说没这么熟悉 那你住的地方 纽约如果你第一次去的话 也是一个很 很exciting的地方 对吧 我是建议如果你第一次去纽约 或怎么样 你先熟悉一下 就是说那个 不累的情况下 你要熟悉一下那个终点啊 然后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做bus 然后知道 知道你住的地方 那些transportation 那些metro啊 怎么去做 或者fairy啊这些 你大概要了解一下 不要什么东西都是全新的 所以 然后那个时间你要算好 那个bus呢 是去哪里是排队的 你不管sun up 什么时间去 你都是排在尾巴上面 所以你 你早去就早排队 晚去晚排队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所有人都会到哪儿 然后那个跑步的时间 是按你的那个时间来算的 不是刚才 所以你晚到了也无所谓 呃 晚到了反而有更多的厕所 就是这种万事 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要多穿 然后穿的暖暖的在那等着 那比赛的时候呢 别把它想的是一个了不起的race 是一个mp long run 前面你要热身 然后上桥的时候慢一点 下桥的时候后的速 上下的其实就是一个一个long run 就是你要make more effort 的long run pace 那我们就 先伊丽大哥也说了 就是说这个strategy 我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牛马 就是说你这个strategy 可能跟芝麻 我们刚刚大家 很多人都都玩 就是说参加了这个芝麻 就是情然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你看看这个profile图 我们就知道了 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坡 就是其实主要是五座桥 加加上中央公养 第五大道 就是这一块 就是说理解的 就是说对对你 就是说就是说 大家来说 就是说compare 就说芝麻哥 就是说牛马 如果在同样的 非等的情况下 就是说这个我们的 这个这个这个tucky的 这个这个时间 会该做什么样的 就是到底是比如说 一分钟啊还是两分钟啊 之类的大家就说 能能给就是说 粗暴的一些 就是说recommendation 就是说要实际的 调整你的expectation 而不是就是说 依赖就是按照 我原来的training 你的training 可能是在操作上 平地取得了 就是说你的MP1 但是实际上的赛道 可能就是说 会有多一些难度 大家有什么想法 在这方面 如华上次不是说了 心理上有两三个坡吗 一个是时麦左右 记得拐了弯 拉贝亚的那个坡 就在这里的时候 他说的 对有一个那个 有点像 这个 对一个Creamsboro 一个桥 最后一个感觉 这三个坡都没有说 这么这么了不起 实际上你每个budget 你看你的配速了 可能会慢个30秒 到一分钟的样子 如果你是跑力不强 跑力 就是说你的那个 如果是4小时 到5小时之间 之间人的话 你会掉更多的速度 就是mile配速的话 可能会掉一分钟到两分钟 如果你是三小时 左右的选手的话 在这些坡 你可能会掉个 几十秒的样子 那第一麦一般来说 大家都很 大家都很激动 跑得都接近MP 实际上第一麦 可以比MP再慢一点 如果你被卡住的话 也不需要跑到这么快 你可能比MP慢个30秒 甚至一分钟 如果是4小时 5小时的那些人 可能慢个一两分钟 刚开始就跟 随之大六出去就行 然后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第二麦下坡的时候 跟那个Tony说的 那个跟Boston的前几麦 下坡是一回事 跑杂 那我自己跑杂的一次 也是下坡 下太快 另外想提醒一下 如果你在Pink出发了 还是在桥下 所以那时候是GPS 是一点都不准的 所以你一定要 保护得住 就是说你不能 以自己就是说 单成百米重置的样子 重出去 那个GPS的上面的显示 就totally乱掉了 因为在桥底下 就是说 对 Pink一般是local camp team 就是如果你是local competitor 一般都是那个NYQ的人 都是老马的 大概都 但是后面 后面还是有的 有Pink他 还有Wave的 三分之一的人 对 差不多 对 所以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另外就是说 怎么样 就是说 到底是 就是说 像牛马这样的一个大马 到底是 就是说 我自己跑自己 但是他还是就说 我follow一些group 就是说一些比较 跟我配是差不多的 之类的 你觉得就说 是 这个真是因人而异 就是有些人 你看你追求在哪了 对吧 而且你要跟人的话 你要trust这些人 真的有没有这个实力 其实是你不可能说 永远不跟人的 你跑到任何一个地方 周围都有跟你配出 类似的人 但是你有表 然后有mile marker 你应该自己头脑清楚 自己跑什么样的配速 然后有风的话 有风的话 你要早上挡风 就是比较高高阶 就是你比较认真的跑的人 你会注意一些细节 就是说 你你可能会跟着别人drafting 就是说 你可能会少点力气 你drafting本身就是跟着人吧 就是你在任何时候 都有人可以跟的 但是你看一看 周围的那些人 如果你跟这个人 如果掉队了 你可以追下面一个人 对吧 那这个人如果跑太快的话 你就不要跟他 你自己得想清楚 对对对 这个这个 sail control还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就是 就是找一个人 你totally不认识的人 在那里跟 这个就是 就像我国内的同学一样的 就他就找个人 有时候就跟到了 你说王宝岩吗 对对对对 对王宝岩比Tony 其实更大牛 王宝岩是我认识的第一个 有两个六星的人 那个然后Tony是陪跑的 后来跑到自己 比你同学还要快了 对我们这个就先过去了 另外就是说这个我们就先 就是说高时路一遍 我们后面有大量的QA 如果就说你对这个四个嘉宾 四位嘉宾呢 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后面可以那个就是说 去去提问 就说接下来我们就说 你finish了以后 就是说其实我还有我还有件事情 要share一下我的screen 给他讲一下好不好 好我先 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让我简单share一下 你你不用没关系 我自己可以share 你我share的话你就没有了 对OKOK好 然后我把这个link发给大家 你们可以当参考 你们可以make a copy 让自己来计算 然后这个是我n年前 准备的一个slides 这是open to share OK我放到群里了 然后把这个关掉 这个是我在2017年的时候 都五年前了 那个准备 我当时读汉森 然后读了很多资料 然后总结了一个 你根据你的最大心率 然后你的体重 你可以自己输入你自己的体重 是公斤 然后最大心率是多少 然后我们跑的是42.2公里 就是马拉松的距离 然后有一个根据我的research 就是说你每公斤 然后每公里 然后需要多少卡路里 就是这些的 calorie needed 2700 就是因为你的重量不一样 你体重不一样 它就是个physics物理 就是把你从A点移动到B点 一般来说 假设你的腿长 就是说你的离地高度 什么差不多 算是平均值的话 是需要这么多的 然后男人跟女人的肌肉的百分比 有微小的区别 那个male男生的腿部的 那个存的carb是21% 女生是20% 这都不是我说的 这都是那个文献里面提到的 就是有微小的区别 但是没有说这么大 你说21% versus 20% 所以你记得蓝色是男生的 那个粉色是pink是女生的 然后我们就算一下 他说你比赛的心率 就是说你按照你多大的百分比来比 就是一般来说88% VO2 max 或者是HR max percentage 或者是这个是你的hard rate的percentage 88%是我们一般破三 就是说一般我们这些很努力的人 跑的话是在这个区间内 就是80%的VO2 max 对应的是88%的你的最大心率 比如说 我现在算一下 188乘以点 点9或者点88 165对差不多 就是165到170的样子 是我的比赛心率 你可以自己算这个地方 然后你想要那个跑得更easy一些 每个人都可以跑得更一些 特别是对一些有氧 就是说没有跑量没这么大的人 你可以run easier 对吧 你跑得慢一些的话 你的那个用到的carb比例就会少一些 它有一个百分比的区别 然后这个公式 有没有有一些公式可以算得出来 就是说你腿部的肌肉 你比赛用这么多 你能存多少 就是你能存多少肌肉 按照你的身体的重量 然后你比赛缺少多少 男的跟女的 这个是那个 相当于是metobically less efficient 就是初学者 一般可能是跑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的人在这个区间 如果你是三小时 或者是substreet 或者是三零起三小几的人 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区间 这样说的话 你如果努力跑的话 你会缺多少卡路里 可能男的可能会缺 比如说 一千 女的缺一千 男的缺九百 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 如果你是精英跑者的话 就缺六百 六百就正好是 我们是六到七个 七个教 对吧 如果你是一个 那个四小时 其实你 你要是四小时 三个小时 你多了一个小时呢 你想想看吧 你不是说 光是距离的问题 你时间也要考虑 对不对 你其实你 如果是初学者的话 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教 这样说 算上去很不公平 好像那个跑得快的人 反而需要更 更少的那个 就是补给 实际上也是合理的 因为跑得快的人 他的时间也比较少一些 你如果这个 除一 一般一个教是一百卡路里 你除一百的话 你就大概知道 你用多大的 effort去跑步 然后需要几个教 男生跟女生的区别 是很小 好吧 这个公式发给你们了 然后有一些 那个推导的 这些都有 好了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好 我在这里 谢谢 谢谢 我 谢谢就好了 OK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 第二个 请我们的博文同学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关注的事情 博文你在吧 不在的话 我们先的 我们先的 我刚才可能那个 Audio连的不太对 OK OK 你来说 你要那个 你开始介绍吧 我就来操作这个 sqlash OK 好的 谢谢Tony 大家晚上好 我叫玄博文 那我是纽约新峰好团的 一个成员 我在这边 是贝斯纽约 那今天的话 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纽约马拉松的 关注的这个项目 以及 我作为一个facer 一本小的建议 我从16年开始跑马 然后呢 我有四次 我有三次 这个贝斯全马的经验 都是在纽约马拉松 19年和22年的时候 我贝斯是310组 然后21年的时候 我和我的太太 她也是一个runner 然后我们一起 贝斯345 那今年的话 我还是会和我的太太 一起在贝斯 然后我们今年的组 是340 我们可以下一页 我今天呢 主要就是 想跟大家分享 三个问题了 第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纽约官方的 这个pacer的项目 大概是怎样 第二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为为什么 我们就是 我会建议大家 跟一个pacer 最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 re-stay的一些execution 这个牛马的pacer项目 如果大家是一些老马的话 可能就是也参加过一些 其他的比赛 那这个pacer 本质上和其他任何的 这个大马比赛的 这个pacer group 大马或小马比赛 pacer group 没有太大的区别 牛马的这个比赛 因为它规模比较大 所以说每年的话 大概都有 可能八九十个pacer official pacer 它会比较均匀的分布在 这个从三小时到六小时之间 所有的时间 时间段 那每五分钟 都会有一个pacer 比方说三小时开始 305 310 那这些pacer 它最主要的 这个re-stay的target 就是说帮助大家 就是达到自己的目标 那么它的这个目标 就是在牛马的这个 我们这些官方的 这个pacer的这个系统里面 是要求是30分钟 30秒 快30秒 那比方说 如果是一个400的pacer 它re-stay的这个goal呢 是要跑三小时59分30秒 那同理比方说340 我今年的目标 我就是要跑三小时39分 30秒 这个是所有pacer 它要共同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pacer 除了在这个比赛日 我们要提供这个pacer服务之外呢 有一个highlight 就是在牛马的expo 我们也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场地 叫做这个running lab 说在这儿 主要是提供两方面 一个就是所有的pacer pacer是从230开始的 230到6小时 所有的pacer都有 也是每隔5分钟 它一面是公里 一面是英里 所以说不论你是习惯于哪一种 都可以去现场拿一个pacer 当然这个是所有的时间是even的 不是说是这个course specific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也会有现场的一些 这个关于course strategy的讲解 可能大概是每隔一个小时 就会有一个现场的讲解了 当然就是刚才包括上一次的这个活动 我们有很多这个 嘉宾都已经把这个course讲得蛮清楚 就除非说你还想要再reinforce一下 你的这个对牛马course的认知 我会建议你也会到现场去 那当时也会有一些pacer 不会说所有的pacer都在了 不过你可以去跟其中一些pacer 去做了解 OK 可能我们可以到下一个page 那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 去跟这个牛马的pacer 我觉得其实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是牛马的这个course相对是比较复杂 特别是对于就是相对 就是说如果你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完赛 你有一个时间的目标 这个牛马的这个course 它比方说我拿芝加哥去比 就是你在训练当中 如果说你依然要一个go pace for mp 你可能在牛马当中 其实很难说你能够完全保证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even effort 首先一点我觉得牛马这个pacer 这个team的好处呢 就是说这些pacer的相对来讲 他们的qualification 以及他们的run experience 还是相对比较分布 我在这个group里 我觉得我算是很新的新手 就很多人可能pace个五次十次 甚至十五次二十次的 过去的这几年呢 就比方说我拿过去两年举例 那2022年去年是比较难的一年 甚至有很多pacer也fail掉了 但是我们看这个sup 330的group 还是85%的pacer都达到了自己的go 那如果我们putting perspective 就是比方说我们即使自己跑我们的go race 可能其实我们想你的整个马当搜生涯 可能能达到50% 60%跑的go pace 其实算是比较高 所以说我是拿这个来比较 我觉得这个pace team还是不错 那2021年像天气很好的那一年 那个100% 就是sup 330的pacer 全部达到了目标 你现在看今年的天气 比较像21年 所以希望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结果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pacer 他肯定是很熟悉牛马的赛道 新手pacer比较少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人他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以及他们take it quite seriously 就是大家在这个牛马的对赛期间 我据我的了解 就这些pacer还是会比较认真的去准备 那这个另外一个我建议大家follow这个pace group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running with a group 确实会给大家带来很多这个额外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借用Geek小哥说的 他觉得他自己100%的努力 甚至不如他们team 1%的teamwork 我觉得大家跟着group一起跑 特别是大家如果经常跑long run的体验的话 肯定是你会get some extra energy by running with others 那第二个我觉得跟这个group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牛马的前十百 我觉得他包括有很多的转弯 以及包括他有很多的runner 有一些可能他的这个 只是他的报名成绩在你前面 所以说他在你前面出发 但是他可能会在这个桥上 以及在布鲁克林的一些弯道上 就是会挡着你前面 如果你跟在一个group 你不需要put extra effort 去zigzag 你只要跟着group 就是大家一起 就是相当于把前面的人帮你推开了 那我觉得第三点 我觉得个人对我很重要 就是我觉得跟在这个group里的话 你很容易找到一个人去盯他 即使这个人不是pacer 或者说是你其他的这个私下约好的朋友也好 所以你很容易找到你自己的这个合适的目标 以及找到自己的节奏 第三个原因 我觉得我建议大家跟pacer呢 就是会 这个pacer会给大家很大的这个mental relief 在比赛当中 我记得上一期可能这个EDV也提到了 就是说 其实你 其实你利用这个糖原 一方面是你身体的肌肉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程度 但你觉得大脑的运作 其实很消耗堂的 那你跟在这个pacergroup里吧 你不需要就是 你一直的去每个mile 你去check你的这个这个pace怎么样 你去算 这个我觉得很浪费能量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可以就非常的focus on yourself 然后呢 还有一方面 就是说 你通常如果是跟在pacergroup里面 这个pacer会在每一个水站 以及或者说前面这个mile 比方18.6 是有一个sys交 他会提醒你 所以说你不需要自己额外的花很多的精力 去想这些事情 你可以很专注在自己的底下 那这是我认为 就是我建议大家跟pacer的主要原因 re-state strategy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 可能心里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跟着pacer 我是说我全程要跟 或者怎么样 我的答案是no 特别是牛马 我希望大家不要去想要 我跟着pacer 我要从头到尾跟到他 我跟丢了他 我会fail struggle no 你的expectation 就不是应该是 你想要全程去跟这个pacer OK 很多人讲了很多的pacer 就是course strategy 我说的这个three part 在这一页上 是我认为你需要 跟pacer的一个strand 那我首先是第一段 是从你出发到16mine 16mine 我指的是你下 Prinsborough Bridge 转这个270度的turn right 这个之前 我建议 不论你是什么goal 只要你是三小时以上的goal 你最好跟一个pacer 一定有一款适合你 那你如果跟我argue 比方说你说你的goal是302 right 你就是要跑7分的pacer 你不要跑7分05的pacer 不要跑7分10的pacer 我建议你也是前16mine 去跟这个pacer 那据我看过去的几年 包括我自己pacer310的时候 牛马这个course 不是一个negative split course 我个人我在跑 几乎我所有的比赛 我一定是negative split 但是牛马我不会建议任何人 negative split 这个mindset去跑这个course 如果你想要 fully maximize你的training OK 几乎所有的new马pacer 前半程一定是快于 快于你的这个goal 比方说 三小时的pacer 他一定会在130之前 过这个半程 所以说 如果说你的goal 是微微快于这个pacergroup 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前16mine跟pacer OK 即使你不是跟着pacer本人 你一定try to stick with the group 那你这个前16mine跟pacer 就是说只有一个你需要 我建议你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你找到一个 让你很舒服的一个位置 有的人喜欢 就跟在pacer的正后方 有的人喜欢跟在 这个大pacergroup的后面 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吊车尾 有的人喜欢跟pacer side by side跑 There's no right answer 只要你舒服 希望你能够在这个 起跑的这期间 你找到你合适的位置 然后一直在你这个 舒服的位置去前进 这是前16mine 跟一个group 这是我最大的建议 17到22mine 就是说你下了 Quinsborough Bridge 跑First Avenue 有一点rolling 但整体向下 然后你上Willis Bridge OK 然后你进到Bronx 里面有几个弯道 然后再从 Fifth Avenue的那个桥下来 这一段呢 我觉得 如果说你达到 我下面的三个condition 这个你三个condition 都符合的话 你可以离开这个pacergroup OK 如果说你的这个goal 是比你的这个pacergroup 要快两分钟以上 同时 你知道NYC的这个course 你知道我刚才所说的 这几个point 以及你就是觉得 你这一天你感觉超棒 OK You can go 除此之外 我建议你还是在 这段时间来跟 如果说 比方说 你的goal是快于两分钟 以及你感觉非常好 但是你是加州来的朋友 或者你是从 Chicago 从 Boston来的朋友 你没跑过牛马 我建议你还是跟一下 因为通常来讲 小岳 我记得她在上期 说到过 她在第一大道 很快 就是她这个地方 你刚进入曼哈顿 加油的人很多 以及她是一个rolling down 以及你刚爬完坡 以及是你有了 很好的training 从16到20迈 你一定会跑得很快 那如果这段时间 你burn out了 你后面的一些energy的话 你可能在后面的 这个Fifth Avenue 你就没有弹药可以用 OK 所以17到22迈 如果你不符合 这三个条件 你就尽量刚跟pacer OK 最后一段 我认为是这个 所谓牛马的这个胜负手楼 就是从23迈到finish 这个23迈就是说 你下了 就是基本上就是说 你到了Fifth Avenue 前面一段平路 以及你过了 大概是110街 你从105街 开始往上爬坡 进入到Centro Park 这段时间呢 如果说你还在 一个pace group里 以及你feel comfortable at heart 就是说 你觉得OK 我现在已经在 我的这个threshold zone里 你就跟着pacer group跑了 特别是你跑 Fifth Avenue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这个pacer的 这个速度 没有说比你的目标慢很多 你就跟着他 让他带带你 OK 你90街进了Central Park 后面 我觉得 你就不要再考虑 任何的事情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我作为一个pacer的话 我进入到了90街 Central Park 特别是我可能 就跑得快要到 这个Cats Hill 那个地方了之后呢 我也不太会考虑时间了 我基本上 我 sorry 我不太会考虑 这个其他的这些人了 因为这些runner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方法走了 我care的只有一件事 我是不是能30秒 快于那个目标达到 这个所有pacer都这么想 我告诉大家 所以说你到那个时候 你跟pacer没太大意义 那个pacer一定是要达到 自己的目标 OK 那最后我想要再讲几点 我的这个additional的一些team OK number one 就是说 我刚才提到了 这个pacer除了在pacer当天 还有在expo 会有一些他的这个服务 那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在expo的那天 stop by 这个running lab 去看一下 你想跟的这个pacer 是在哪一个wave OK 这个wave通常跟你的目标 不会差太远 如果说你是在v2 你想pulse up3的话 这可能是比较complicated 但是大多数 你会发现 有一个pacer在你的wave里 然后呢 这个color 没有那么重要 那我在这 我没有办法 tnyr说color 你可以ignore it 但是如果说你发现 你的那个color里 没有那个pacer 你可以ignore你的color 去到那个pacer所在的color group 通常那些志愿者不会拦你 只要你的那个crowd的数字变小 我举一个例子 我和我的太太会在crawl2 color是blue 以及这个sorry wave2 crawlb OK 如果说你想跟340 你自己的b是c 你可以毫无压力到crawlb OK 如果你是在crawlb或者f 你会先被要求 在e或者f 进到那个铁笼子里 OK 但是一旦到 就是大家开始move的时候 这些志愿者 把那个红色的胶带拿起来 你就可以往前赶一赶 OK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我想要建议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runner 你到了你的这个cloud里面 就是你可以 communicate with your pacer 以及你其他的这些 你看起来在你身边 你觉得看起来练得不错 比较靠谱的 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他们的这个目标是什么样 然后呢 就是说可以跟着他 形成一个group 那第三点 我觉得是跟pacergroup的 一个disadvantage OK pacergroup跟pacergroup 在我的心里 有两个disadvantage number one 是你可能会miss掉一些照片 因为你会被藏在这个group 但是这个我认为 对于你有hardcorego的人 这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number two 是一个real problem 就是如果你跟在pacergroup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 你到了水站 你前面的人减速 减速 你会觉得非常的bother OK 这个的话我会给大家 他们在那里讲牛马的 我觉得可能这个朋友是在 没有关系 两点 number one 到了water station 这个pacer提醒你 或者你自己看到之后呢 你注意 如果pacergroup 往右边的water station走 你可以去左边 牛马绝大多数的水站 是两个方向 OK 这是tip number one tip number two 尽量在过水站的时候 不要着急先去拿水 而是走中间 牛马的水站比较长 所以说呢你可以在这些runner 先他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 你先让他们走 然后呢你可以先 先往前沿着中间的位置 然后到更远一点的水站去去 通常是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这个大概是我的 这两个题 OK Tony 这个是我所有的这个内容了 好谢谢 QA我们都集中放在后面 我们先把正题的先把它做 谢谢我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相信对大家很有 想跟关头的肯定很有帮助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 常胜冠军 张教头来给我们讲师徒 好 大家听得着吗现在 可以是吧 可以可以 OK 这样子前面的话 已经其实讲的 关于那个兔子 已经我觉得背景啊 各种策略啊 讲得非常好了 我就大概呢 讲一下补充 和我自己的一些认知 先很快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大概就是跑了有 应该有12年的步了 差不多 然后呢 12年开始参加首马 然后呢 我们最早的跑群 当时没有各地的跑群 就是有几个跑群 跑步很老的人都大概知道 然后后面我们就在 圣路易斯当时有圣跑群 然后威威南克跑群 也是主要的一个跑群组织 还有参加呢 因为经常参加那个六大马 在芝加哥 纽约和那个波士顿的话呢 都有当地的很多跑群 很多认识的朋友 也会经常交流 我大概完成了应该有25到3场全马比赛吧 就是跟群里很多大神比起来呢 可能真是成绩还是说差很多 不过呢 我大多数比赛就是三小时左右的比赛 所以说呢 这个对三小时呢 相对来说 我觉得比较熟悉 有十次破3呢 PB大概是254 牛马的我参加过四次 应该2016年呢 是我首次呢 就是破3的比赛 对牛马的感受呢 非常好 就是不论是赛道 还是这个观众气氛 大家都应该也提过很多次 所以参加每次比赛的话呢 感受都不太一样 大概有这个十年的比赛兔子经验 我一般参加都是半马兔子 因为全马兔子我觉得比较吃力一些 而且考虑细节比较多一些 所以半马兔子和全马兔子的话 我等一下会大概提一下差异 往下面一个 那么什么是兔子呢 我们说一下 就是说是有经验的跑者 这个大家都应该很多很熟悉了 那么就是说按照合适的配速节奏呢 能完成呢 就是预定的比赛目标 比如全马的300 这个一般来说呢 大的比赛才有的 小比赛就不会有那么快的兔子 315啊330都有 半马是像130 甚至也有125120的比赛 这个差别的话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半马 如果做半马兔子的话 我可以非常精确的 带我的那个跑者的话呢 以秒的计算来精确 那个达到你的目标 而且包括节奏的控制的会做得非常好 而全马的话 有个问题就是变数 变数比较多 所以说呢 要有作为兔子的话 你的赋予量要更多一些 甚至呢 就是说你即使有更多的赋予量 你在带的话 也要特别注意这个节奏 就是说稍微有要比半马 我觉得要多一点点赋予 举个例子 我说半马 我可以精确到每个mile station 我可以在10秒之内 在全马的话 我还是觉得是有一分钟 30秒的一分钟 每个mile的提前量 所以踏实一些 所以说有时候的话 但是全马还有个问题 如果说你带快 半马带快了 你可以调整 你的跑者可以跟你 大概就是说跟上 全马前面要带快的话呢 我觉得后面很容易 把你跟你的人给拉爆了 所以说这个 我想最近大家讨论 这个芝麻的这个官兔 有很多讨论 芝麻的官兔呢 这里呢 也就是说句不太客气的话呢 他们300兔的全部给跑快了 是带来很多人 完成了300兔 但是我想很多人 也跟他们呢 给跑爆了 所以说呢 作为一个兔子的话呢 最好你要做好自己的责任 把这个工作做好 你做不到也没关系 就是说 但是说不要让信任你的人呢 跟着你一直跑到 最后到16秒的时候才发现 20秒才发现 自己完成任务 除了官兔 刚才已经说到了 前一位已经说到 那么就是司兔 司兔的话 我想有很多人 就说 好比一个人带啊 或者一个人带两三个人啊 这样有 那么司兔和官兔呢 我个人觉得各有利弊 刚才说呢 官兔的话呢 有几个可能不足 就是包括水战的traffic啊 什么的 而这个什么司兔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 对你的跑者 更有针对性 那么就是说 你在提前比赛之后 你就会知道 OK 我跟我的这两三个人 三四个人 四五个人 他的训练什么样 他的擅长什么 有些人他可能就擅长爬坡 有些人真的不擅长爬坡 所以你就会在节奏感呢 会更有针对性 还有灵活性 那么官兔一般是五分钟的差异 甚至十分钟的差异 那么灵活性 我们就可以精确到各位数 就是说根据的 好比刚才说302 303 然后呢 这样的话可以 就是根据赛道呢 更精确的分布 还有一个控制力 就是说你要知道呢 在比如官兔像这个牛马 这个官兔的话 大概我估计300 或者是会跟上大概 起码得50号人左右跟着 那么你只能说 做好自己的力量 把这个配速做好 但是呢 你不可能观察 每一个跟你的跑者 会提醒他们要 或者来根据他们的情况 来控制一下变速 那么司徒的话 有这点好处 下面就是 那我们就说要 做到什么呢 就是赛前的话 要跟有一个这个交流 就是说呢 最好是大家 交流一下 那个比赛的策略 和目标 然后了解一下每位跑者 然后呢 提醒要准备 各自的这个比赛装备 比如说带多少胶啊 什么时候用啊 然后呢 配速带 这里呢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其实的话 作为我们就说 老的跑者 尤其是参加牛马这种 大马这种比赛的话呢 最好兔子还是你自己 你自己把自己的 就是各种装备也好 配速策略也好呢 配速带做好以后呢 我觉得即使有人帮忙的话 也会使你的事情呢 就是事半功倍 所以说大家不要说 哎我全交给兔子了 有些呢 实际上是兔子顾不上你 有时候呢 兔子也完成任务 还有一些兔子呢 也不靠谱 不管是官兔还是司徒 所以说呢 你要呢 把细节都想好了自己 这个在赛前呢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到 不要到比赛中 再去讲这个事情 比赛中呢 兔子的司徒 安全进行 不光是我要带领大家 完成这个任务 而且还要说 根据情况说 OK 要补水 补能量 然后呢 包括节奏的话呢 上坡要控制多慢 这要提醒一下 包括甚至你觉得 他可能完成任务的话 就要往下控制一下 我这里举个例子 就是说呢 大家呢 做别的兔子 或者说别的配速呢 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很多 已经大家提到了 就是说 这个关于这个 几个配速 那么我作为破三来说呢 我就说 起跑时记住 不用着急 你就跟着大队 也不用赶 尤其是第一麦的话呢 是上坡 稍微慢一些 你就想着 即使慢上一分钟 so what 我下坡的话呢 还能补回来30秒 也就慢30秒 就当前两麦 就热身好了 所以不用着急 前面跑快了 对你后面影响非常大 还有一个 在比赛当中呢 就是说要尽量保持距离 关吐的话 有个问题 就是大家人比较多 所以但凡如果踩着个脚 或者碰着的话 这个会很麻烦 那么包括我们司徒也这样 不要大家说 不要跟到一起 你可以保持一下距离 只要在能看到的距离范围之内呢 或者说前后的话 互相变一下位置 都是可以的 安全第一 那么什么叫知道 你的配速是否合适呢 我们一般一个原则是 13脚到16脚 如果说你感觉到 你的既定目标 在这个期间 你是非常轻松的巡航速度 我的建议是 你就保持原来目标好了 不要觉得 我今天感觉特别好 我加速 那你实际上崩的概率非常大 一个合适的配速目标 是根据你的训练来的 所以说当你到13到16脚 如果感觉到很轻松的话 我给你说的建议就是 那就对了 OK 16脚的大桥 我给提醒一下 慢 不用着急 你甚至你说我6分破3的 我跑到7分半 7分45都没事的 你这三个点的话 大部分的话 我觉得平均配速 比你的目标配速慢30秒 那你实际上在坡的位置 慢一分钟 最后拼下来都够的 所以说不用担心 所以说记住的话 所有的牛马的 特别的跟别人 别的大马不一样 你就记住 在全程当中 二次卖是关键 留着体力在那儿供一下 我很快就说 配处带的分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说 我这建议是 配处带 我们有很多人 非常好的建议 非常先进的方法 我认为是在全马当中 你可能 如果说非常熟悉 可以 但大多数的话 可能不一定熟悉 那就说 策略就是不要用脑子 你就当你是一个 80岁的脑子 到比赛当中 根本不会用的 你只要认字就行 这就是建议 所以用配处带的话 可以让你达到这个目标 具体的话 我想这个 因时间关系 我详细也不用说了 就是说 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 幻灯片的话 看一下我配处的安排 这里头 那么我的策略 是破三的话 刚才也说到了 就是说一般来说 牛马很难以 negative split 那我的就是说 even effort 我设定目标 是25830 然后呢 前面是 就是 起跑的时候 保守跑 这样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前半程的话 大概是129 那么实际上 后半程的话 就是如果说 你有体力 能够匀速完成 那是肯定可以 但是说 正常情况 你稍微慢一点 我觉得正好 是三小时之内 这就是一个策略 关键是 再会说到 刚才的 就是说 我觉得按照 我的经验来说 我不能说保证 因为一般来说 兔子要有足够的 但是我不觉得 我有那么 十分钟 没有十分钟的量 我只有五分 但是我觉得 我可以保证 大家尽量 带到二三二四脉 刚才也说到了 剩下的实际上 是你自己的奴隶了 所以我基本上 我就说 如果你的训练到了 你ready了 你兴奋了 肯定可以完成 好 谢谢大家 就这样 好 谢谢张军 接下来我们 请我们的 Vinnie小姐 今天Vinnie小姐 跟我们介绍 我们这次的LaLa 好 谢谢 可以听到吗 可以 可以 大家好 我是Vinnie 我是新泽西百军跑团 这一次 谢谢Tony 给我这机会 介绍 这一次 我们在 纽约当地 华人跑团 为大家设置了LaLa句点 我之前有四次参赛 我虽然是跑马 我也虽然跟大家这些 大神们比起来 是很新的人 不过我参加 因为本地的关系 参加过四次的牛马 然后这四次中 有三次 就一边顺便计划 然后之后有两次 就近两年 我没有跑不过 也都参与了LaLa策划 所以这次就是顺便 帮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纽约四大跑团 蓝山 白军 新丰跟爱跑 我们近几年来 每年都会一起 协调就是我们LaLa的句点 大家一起合作 为我们外地来 或本地的华人跑团 华人跑者服务 都是我们很尽力去 希望能够服务大家 讲一下就是 我们这一次跟往年一样 其实我们都是 请其全力的去支持 牛马的跑步的选手 这一次我们 设置公共设置了 十三个句点 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大概标志了一下 这个在那个相对位置 在那个赛道上 一般我们是针对 因为前半层 大家都其实是蛮激动的 然后其实那个观众 非常多 所以我们比较 我重于大概后半层的支持 所以从 从第一个开始 我们就是从时迈开始 我大概就列出来 就是 也许你 你现在看会很confused 说有时候左手 右手 左手 右手 可能真正在跑步的时候 其实 可能真的记不了那么多 我也实在完全记不了 所以跑者来说 还是你之前可以大概看一下 大概记一下 就是说我在时迈 四四十七十八左右 会有这些大大队 可是你还是以 看这个大棋为主 因为其实赛道 虽然我现在跟你说 左手右手 是我们预定的位置 可是有时候 跑步 就是比赛当天 会有很多状况 也许 光线 摄影师觉得 不要 可能换另外一边比较好 或者是 有一边被挡起来 其实过不去 所以有可能 不是预先 跟大家宣布的位置 所以 请大家还是以当天 就是看这个大棋为主 我们从 就是ABCD这边 就是一开始在曼哈顿之前 就有两个点 一个点在A 就是A这边是在 这个布鲁克林的地方 然后B就是在那个 Long Island City 就是很多很经典的照片 因为背面就可以看到 这个曼哈顿的建筑 那是一个很大的赛道上面 就很宽敞 然后所以很多跑团都在那边 很多摄影师在那边聚集 所以这边 基本上这边这时候 大家都还蛮笑笑得挺开心的 所以这时候把握机会 好好的拍照 然后过了皇后大桥 皇后大桥其实是 很多跑者 就感觉比较困难的地方 那边也是 因为一般观众 没有办法上去嘛 所以相对来说 比较困难 没有旁边这些拉拉队 或观众的加油 可是一下来 这个第一大道 就是说16米以后下来 其实就会非常多观众 我跟那个非常吵 有些人都说耳朵受不了 那可是我们到 第一大道 这时候是往北跑 一直上去以后 我们就有四个站 CDEF 就是蓝山 新峰 爱跑 都会有在这边据点 帮大家拍照 然后上了这个桥 就是到Bruns那边 有几个弯道以后下来 会重新回到曼哈顿以后 你会有在一个 这个转角那个小公园 有个白郡 就是22米的地方 会有白郡的拉拉队 在那边欢迎 然后过了以后 就是到了第五大道 第五大道这边 其实是一个缓坡 就是其实是 因为已经到后半层 已经快要完成了 所以这时候 这个这虽然是缓坡 可是真的是感觉是 特别的累 所以这时候我们也是有 沿路上有 尤其在第五大道 有这个三个加油站 为大家加油 这时候如果跑着 你们有需要什么 肌肉喷气 或者是有抽筋的现象 然后需要胶 需要盐 都可以跟拉拉队索取 然后进了 从24米那里 之前其实在23米那边 就可以进了 进了中央公园以后 这时候观众 真的是也是越来越多 进去以后 我们的就是 一进这个公园 我们不多久 就会右手边 就有个腥风的摄影师 也是为拉拉队 为大家加油 到过了25米水站以后 有个白军的加油点 然后一直到最南端 大家会出了中央公园 在中央公园南端这里 跑一段马路 然后再重新进入 中央公园以后 就是非常接近这个终点 终点你可以看到 两面有很多的棋 各种国家的棋 这样子就是表示 你快要到终点了 然后就渐渐 你会到这个看台区 然后你就看 左边右边都会有 右边比较多 就是白军跟爱跑的 跟蓝山都会有 摄影师在那边 然后左边也是 有一个蓝山的点 所以不管你在右边 或是靠左边都会有 都可以专心 都是可以看一下 就是看台上的摄影师 跟他们挥挥手啊 或者是举一个挥笔 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会有机会拍照 然后下一张就是有 另外除了这四大跑团 我还收集到就是有关 有南开大学来为大家加油 他们也是每年都有三个 三四个加油站嘛 所以今年也是有好几个 为大家整年加油 然后另外北大每年固定 也是在公园的97 跟第五大道 也为大家加油 然后每年我们最近 也是有个台湾加油站 所以有台湾的跑者 不只是台湾跑者 就是反正大家都会 一起加油 特别是为大家鼓励 所以在下一张就是 我顺便说一下 如果你有拉拉队参加这个 今天这个Zoom call 或者是你有家人或朋友 要在赛道上帮你加油 一定要叫他们这个 download这个纽约的 这个marathon app 上面可以track runners 有些人说 那个tracking是不是很准 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挺准的 尤其是前半层 可是后半层 因为人越来越多 有时候这个网络塞车 然后另外就是 他都是估计你什么时候到 其实他抓的是一个time frame 就是你有可能那个选手 是早到或晚到 所以就是只是个参考了 所以你还是以这个app 大概知道说什么时间点 快到了 这时候你就要非常专心 就是那个拉拉队 就要很专心看这个选手 就来了 可是我们还是说 你跑着你 如果你看到拉拉队 请主动靠向摄影师 或拉拉波 你就是自己让自己显眼一点 就是你不要让人家 不要挡在谁前面的人 后面让摄影师很难拍照 还有一般来说 这些拉拉队 其实在这个赛道上 是非常多人 然后跑着去很快就过去 一般如果你不主动 接近这个摄影师 或拉拉队的话 他们通常很容易就错过你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 第一个就是尽量穿队服 我们知道 然后第二个就尽量 找摄影师跟拉拉队 你可以远远的就挥手啊 有个手势 引起他们注意 这样就比较多的拍照 然后有什么需求 可以赶快说 大声跟他们说 然后拉拉队的话 记得这个APP 你在追踪的时候 会用掉你很多的 那个电池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带 这个Portable Charger 免得到到大概一半的时候 你就发现 尤其有很多拉拉队拍照啊 什么的就发现到一半 可能就没电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 然后拉拉队你就是 都是要用 我们会有拉拉队准备 大旗啊加油板啊 或者是鼓啊 或是你看拉拉队 有穿着这个小蜜蜂的 那个Custom 都是很吸紧 很显眼 一定会会感觉 很振奋的感觉 然后一定要当天 如果你是拉拉队的话 一定要注意 这个天气要穿薄暖 因为不是不是跑步的话 很容易站那么久 会会容易着凉 一定要穿穿多一点 然后要自己要想好 虽然纽约是蛮方便的 可是当天你会很忙 就是当拉拉队 这只是没有时间去吃饭 有时候说连上洗手间都有困难 因为这个你都看那个 那个跑者一个一个接一个来 又很怕错过 他们都不敢去上洗手间 以前我们都是都是 其实蛮紧张的 拉拉队真的很辛苦 所以最好自己带水 最好带一些热饮啊 比如说热茶 用那个保温杯带着 然后自己 因为是一个很长时间 需要在那边的 也是一个工作天 你就是自己带一些食物 所以当天可能不是很好 很好买到那个 你需要医学 尤其因为你要 你站的据点 有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所以很难 很难走开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灵灵 我们最后一个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怎么样 给你留下精彩的比赛瞬间 我们就请Jelly队长 跟我们介绍吧 Jelly队长今天发了一整天 在那里改这个 这个Point point 我一直在帮你 这个相当于一个学霸 也被抓着 就是赶作业的时候 好 先让我们Jelly队长 给我们介绍 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可以 对 我们那个马拉松跑着 每个人都那个身材漂亮 然后经济身都很好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 都能拍出这个很好的照片 但是而且那个美照吧 也是我们马拉松的 一个很大的动力 如果没有好的照片的话 感觉好像一个 辛辛苦苦跑的马拉松 好像觉得白跑了 这其实也不是一个 很肤浅的一个想法 因为就是 这些美好的记忆吧 会在你那个 很低谷的时候 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助力 但是呢 跑步的照片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因为有很多的偶然性 那个 我们跑马拉松都知道 你的训练计划比赛过程前面的很多大神都讲了 一张那个我们南山跑团 立即大师的工作照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 基本上是全副武装 然后手上端着相机 然后那根鞋的背带是 它后面还有一个备用的相机 然后前面跨着有一个望远镜 可以远远的去寻找那些跑者 然后下面那个膝盖上 还带着那个护膝这样的话 可以随时调整它的那个拍摄的位置 就是说这个真的是很辛苦 就是说你们这个一定要珍惜身边的那个跑步摄影师 我们下一张 对 要拿到好照片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在这个人群里面知道怎么走位 你可以看到上面那个两张照片 就是看这个摄影师看出去的那个角度 就是乌鸯乌鸯的人群向你冲过来 然后你要拍的那些人在哪里 对 这个你怎么找到他们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曾经有位朋友他抱贬说啊 你们这个有十几个拉拉站这么多摄影师 为什么我一张照片都没有 然后呢他自己反思了 然后说啊 我这一路都是没有注意去靠近拉拉站 所以说这个这个反思的精神是很其实很重要的 其实这个问题呢 就应该反过来看 就是说我为什么没有看见一个摄影镜头 对吧 因为你看得见镜头 然后镜头才能看得见你 因为那个光线是直线的 所以说啊 刚才那个乌鸯队长也说了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靠近拉拉站的时候 你要提前靠边 然后最好能提前发现那个摄影师 如果你发现在拉拉站的时候 你还在人群里面没有靠边怎么办呢 你就要调整一下你的速度 或者快一步慢一步 这样的话你保持和镜头之间没有障碍 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被拍到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要看摄影师拿的是长焦镜头 还是那种广角镜头 如果广角镜头 你可以尽量靠近 就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如果是长焦镜头的话 最好不要靠近一米五之类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那个镜头没法聚焦 那个照片也没有了 可以看下面的几个例子 就是说 有那个成功那个靠边 然后拍到好照片的 也有在人群里面 然后走位 然后让摄影师能拍到的 最下面呢 是我们的苗大哥 他是一个就是典型的反例 他就是一直跑在那个反边 然后呢 就是也没有穿队服 然后也没有提前招呼 所以说他还算运气好 收获了一张那个手机的照片 然后下一张 然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你要提前引起摄影师的注意 这样的话你才能保证被拍到 然后引起注意的那个方式呢 就是一些夸张的动作和的表情 首先最重要的是你把那个手 可以举得很高的话 这样就很容易被看见 所谓的金手指 然后或者你很大幅度的动作啊 或者是你很大声音的那个呼唤啊 当然最后还有一种就是 你可以自己跳得很高 但是这种就是只适合那些酱油跑者使用 因为如果你容易受伤 或者是你很严肃的跑者的话 你这样跳会消耗很多的体力 或者是让你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然后还有一条就是 如果你停下来给拉拉队合影的话 最好不要找摄影师给你们拍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摄影师 继续去抓拍别的跑者 下一张 服装的建议呢就是醒目 就是这个只有这一条 就是因为摄影师的眼睛 很容易视觉疲劳 如果你不醒目的话 很不容易找得到的 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地方就是说 因为华人跑团大部分都是穿红色的 所以说我们找那些拍摄那个对象的时候 一般都会去扫描红色的服装 如果你不是红色的服装的话 你一定要严格执行前面的那个第二条 这个怎么吸引那个摄影师的注意力 因为你戴的帽子的话 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显眼 不是特别管用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一定不要穿那个官方发的那个T恤 然后穿的人太多的话 这个你就非常不显眼 然后甚至一些相近的颜色也要避免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不能跑在那些穿Cosplay 就是奇装一服的人身边 因为他们吸引注意力 还有你不要跑在美女的旁边 然后你会发现 整个这个赛道 你都是作为一个背景 黑色白色 其实就是说 只有在那个长焦镜头拍那个听照的时候 有影响 但是呢 也是因为不显眼 所以也尽量 尽量避免 还有一个就是 注意就是说 帽子其实很重要 它可以挡住那些 就是很凌乱的那些头发 你可以在那个右边那张照片 这个背景里面那个袍子 你看到 它那个湿湿的头发 粘在那个脸上 其实这个很不美观 如果你戴了帽子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墨镜呢 其实也很重要 因为到时候 如果你眼神是很患散 很患散 很疲惫 或者很挣扎的时候 有墨镜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 你那个眼睛的一个 看起来很难看 下面 很多人都说 这个拍照要注意表情管理 其实跑步的话 表情管理其实相对来说 很简单 就是说一定要狠狠地笑 就是一定要咧嘴大笑 因为从这一条来说的话 那些拼成绩的朋友的话 你可以完全不用管 如果你是就是 其他的普通的跑者 你知道那个马拉松有多辛苦 所以说你平时 你正常的表情 拍出来一定会是一个浮寡脸 如果你是想云淡风轻的话 拍出来肯定是一脸懵逼的 你的微笑 就是完全就是看不出来 就是脾笑又不笑 只有你使劲的 咧嘴大笑的时候 才刚刚好 但是呢 一个要点就是说 不要用力过懵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因素 就是说 你跑得生无可恋的时候 你如果你脸上去 使劲提出一个笑容的话 其实这个笑容会传染到 你的心里的去的 所以这个也是 很有帮助的地方 下面 还有很多跑者 就是说 到底应该摆什么知识 其实这个好像应该就是 拿到美照 最不重要的一个方面了 就是说 因为你如果做到前面那些点的话 你基本上能保证 能拿到那些很好的照片 对吧 这次的话你可以 现在很流行的是剪刀手 但是你可以 编换一些套路 或者编排一个套路 像模特一样的 编排一个套路 然后你一个一个都换过去 这样的话 你也觉得好玩 这个摄影师呢 也觉得特别有新奇感 会这个更多的关注 然后就是说 如果你比如说 有些细节的话 像我们的这个大宗馆 那个2002的美甲 那你一定要这个 就是给摄影师打招呼 然后特意关注 还有一个重点的 就是你在终点线的时候 一定不要在终点线那儿停表 因为你这样拍出来的照片 非常难看 你一定要冲过去 过了五秒之后 你在五米之后 你再停表的话 这样终点的照片 会保证会非常好看 这个是给一些 那个新手摄影师 一些那个注意事项 如果观众 听众里面有摄影师的话 就是注意一下检查 那个相机的系统时间 因为这个影机的话 是很多人一起携 一起上载的 如果你那个系统时间错掉的话 它那个照片的排序 会出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请你穿上比较鲜艳的衣服 这样的话 就是跑着 比较容易看到你 至于那个相机 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习惯的话 可以这个不用管这些 就是如果你以前不是太熟悉的话 你可以参考这个设置模式来做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好 谢谢 谢谢 讲得非常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继续 等一下我们QA的时候 我现在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 就是说 我弄了一个 就是牛马的拉拉这个地图 我觉得还是可以 非常快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说这个 其实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就是说 我这是那个 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牛 就是一个一个牛马 就是牛马拉拉地图 就是说从这里边 你可以中印中澳 都是Google的东西 就是说 我也把很多东西给换进去了 比如说这个观望活动 比如说哪些存包点在哪里啊 你点一下 你比如说把这些给去掉啊之类的 你就可以 可以知道 OK 这几个点啊 存包点在哪里啊 这个开幕式游行在哪里啊 还有就是说 这客制在哪里啊 什么时候时间啊 这里面都有的 就是说 还是发了不少先时期 把这些东西给去了 加进去的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你比赛日期 一路年春 你知道到哪里去坐车 中程的公交在这个地点 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 不是很熟啊 或者找丢的话 但是你有手机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一个这个 你就可以直接 就是到这里去 就可以了 就是非常地方便 包括新泽西的公交啊 还有这个下层的轮渡啊 之类的 都可以 就是说 拉拉拉这边呢 就是说你可以 就是说你 你点 就是说你点到哪里 这个尤其是你是 就是说 家属拉拉的话 你可以 比如说 我想到哪里去 我要家住 比如说 南山的 比如说 石脉的拉拉 就是说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 就是说 直接 它就会带到 到那里去 就是说 另外就是说 这上面呢 我还是加了一些图片 就是说 这个至少 就是说 但有一个 sense 就是说 What's your spec的 这个骑士是什么样子啊 之类的 大家都穿着什么样子啊 包括 就是说 比如说 这边 去年的那个 就是 那个 牧学习他们照片 就是说 就是在 中亚 中亚观里面照啊 之类的 就是说 这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之类的 就是说 这里有个 心理准备 就是说 到底 就是说 这个街景是什么样子啊 这个骑士背景会怎么样子啊 这样的话 你就有目的地去 去找这些骑士 找这些拉拉 就是说 对啊 可以熟悉一下 这个在手机上面 都可以 可以操作的 就是说 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 就是说 好 我就讲这么多 就是说 今天 就是接下来 我们的时间 就全部分给QA了 我们还有 35分钟 就说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 直接问 另外 另外我还要讲一下 就是说 这个时间 就是说 我们这个 这个还是有 就是说 上面有这个 拉拉的时间 这是说 我们的 recommend的时间 就是说 我们是根据一些 就是说 那个 算法来算的 就是说 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 我做的 就是说 在这个 这个 雷尼 这个 spreadsheet 上面 那个 这边就是 拉拉的配置 之类的 另外 我在做 就是说 一季 就是说 因为我们 华人里面 基本上 就是说 24点 基本上 就差不多 就最快了 可能就23 23级也有 但是就是说 基本上 24点为主 就是说 Suppose 你比如说 是9点10分 开始跑 就是说 10点10分跑 你按照 6分的配置 你要跑到什么 那个 就是237的那个 就说什么时候 到这里 还有包括 你说 最后一波 就比较慢 稍微慢一点的 跑的比较慢一点的 跑者 就说 你Suppose 你是11点半 开始跑的 就是说 你按照 就是说 5小时 40的配置 你要经过 这几个点的时间 还有就是说 你6小时的 经过这个点的时间 这个是去年的 就是说 所有的我们 就是说 纽约法四大跑船 那里面的 玩赛成绩 因为比外地的 如果你没有 在Club里面 我就没有 没有机会 把你录进来 但是 基本上 也是代表 一个typical的 东西 就是说 基本上 就是说 因为去年比较热 所以 我们有7个人 就是说 在落在 这个6小时之外 但是今年 天气应该不错 所以 我相信大家 还是就是说 基本上 就是说 在这个 就是比较 那个 另外 就是这个设置 的时候 我们也考虑到 就是说 我们 但因为是下令 是结束了 所以 这个 就是说 太阳下山 比较早一点 就是4点46分 太阳就下山了 所以基本上 就是说 到5点钟的时候 基本上 就是晚上了 就是说 这个摄影方面 有点难度 所以我们 把建议的 所有拉拉点 就是说 把这个时间 卡道夫 就是说 放在5点钟 就是说 但是呢 就是说 如果 如果你是家属 拉拉 就是说 你的 你家里的人 就是说 你人家 连打 还没跑过来的话 你可以 这个拉拉点 这是 为什么 就是说 我们要一个 拉拉 coordinate 就是说 Linny 就是说 是 Response 这个 如果你需要 就是说 哪一点 就是说 我需要 就是说 support的话 你可以在群里面 你可以找Linny 就是说 让他想办法 比如说 我们这些 这后面 就是说 这个有很多 拉拉点 就是说 我们 consultate 有的人 可能可以 待得更久一点 我们就把 几个拉拉 变在一块 就偷在一块 就是说 让 给Pot 当拉拉 就是说 另外就是 这里面有一些 就是说 带信号的 这个信号 我们所说的 大战 就是说 我们每个战斗 对我们世代跑到 这13个拉拉点 我们都至少 配备了 就是说 一个拉拉站长 就是说 另外一个摄影师 还有就是说 你一个起手 还有就是说 几个拉拉 就是至少 这个是 相当一个 是一个标配 就是说 但是有些大战 我们说的大战 就是说 他会准备一些 额外的东西 你就才 从这里面 你可以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包括 包括盘抽筋 什么银网 这类的那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可能我 我从来没用过 就是说 但是有人需要 就是说 我们还是 就是说 尽量的提供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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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提供的东西 就是说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 你有需要 特别的 就是说 在哪个拉拉点 比如说 准备你特殊的东西 就是说 你可以跟 我们每个点的拉拉点 就是拉拉站站 就是负责人联系 我们拉拉点的 那个负责人 我们都已经把它邀请到 我们的牛马圈里面了 你可以在家里面问 就是说 如果你有特别的东西 要提前换到这个拉拉点的话 我们可以搬住你 但是你必须的提前 就是说 告诉我们 把东西送到我们的拉拉手里面 我们在比赛日的时候 你可以到那里去拿 好 接下来 就纯粹的QA 我们刚好半个小时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问 我想问一下 那个关兔爬那个桥的话 尤其是第一个桥 或者后门那个长那个桥 它一般的说来 会比平均配速慢多少 我可以来提问一下这个问题 上坡一般来讲 会慢大概一分钟 当然也取决于你的 这个pace range了 就是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如果你是33名8分的pace的话 可能第一迈 可能最慢回到9分 不过我还是觉得 如果说你决定跟pace group的话 你不用特别在意 你这个地方是慢了45秒 还是慢了55秒 或者1分0秒 后面都可以make that 到时候不是说害怕 关键是害怕跟不上到时候 如果桥比较长的话 到时候可以跑丢了 是不是要在前面 先跑一下 等着那个官兔跑上来 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不会 就是说 假如说您的这个目标 是3小时30分 他上坡 他的这个effort 我觉得不会说 是跑一个3小时的effort 去上坡 所以我相信 一定是在您的 这个能力范围之内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太大的需要 过于担心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最后第五大道上 这个上坡 是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前面 就放松心情跑 那第五大道上 那个爬那个上坡 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是这个pacer的速度 比你的这个目标 可能稍稍快 你需要make一些effort 这个是能够最大化 利用这个pacer 大概是这样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 我希望你真的是 尽全力跟住这个pacer 这是第五大道的上坡 其他的我觉得 不用太过于担心 多谢 这样的就是兔子的话 我还是建议就 每个人的跑的节奏感 不一样 刚才说到 就有些人上坡 的确很吃力 你不用太担心 就是只要他官兔 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 有时候你会落后一点 没关系 不要跟得非常紧 他快就快 你快就 他慢就慢 这样有时候 可能不是你的节奏 只要在范围之内的话 如果说 你很长距离一直跟不上 那你就说 你达不到那个目标的能力 那就不用着急了 我建议就说 根据自己的pacer pacer的话 然后大后前后 能看到你的 跟着目标就可以了 这样的 hello 非常非常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好没人问 我就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伊利教练 刚刚我看到 您准备比赛热量这个表 以前我对热量 也不是很在意 反正以前 我从筹码筹码开始 每个马拉松 我大概吃七八个胶 从我大概五六码开始 每三码吃一个胶 也没出现个问题 但是根据那个表 我一算 我发现肯定是吃多了 然后一算 最多可能四百卡路 就足够了 也许就四个胶 就足够了 那 首先就是说 我如果多吃 会会带来负面影响 二 如果确实有负面影响 那我 再怎么充沛 没有 多吃只要你能 就是他在胃里面成 你可能消化不了 当然跟你的体重 和胃的大小有关系 每个人 那个是个平均值 因为体重大的人 他的胃的面 肠胃面积大 也消耗的多一些 快一些 有些人胃小一些的 消化慢一些 会慢一些 你放在胃里面 他如果没有消化 如果你没有造成GI 就是肠胃的 就是说 那个肚子不舒服 吃多 只是在你胃里留着 你没有消化好 你就带着跑完了 就是这样 他会take time 然后会继续消化 没有什么 按照你的意思 就是说 不用不用有任何顾虑 吃多了 也不用有任何顾虑 如果肠胃没有问题的话 肠胃没问题的话 有些人吃 对 有人吃九个呢 就是不停的吃 就吃更多 谢谢 有人问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讲座那个 录音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会 伊利他会在后台 就是说把这个 阿波罗的YouTube 我们会 在大群里面 公布这个YouTube的链接的 所以这个 可能要等一两天 就是说 大家不着急 就说 早不回来牛马之后 公布 对 其实不是我是 凯文是我们的 Burn的主席 就是我们的主管 只有他能够 upload 现在 不是退却责任 就是就是我们 那个是分工合作的 等几天就好了 麻烦您想问一下 出发的时候 中程坐bus 需要几点到 因为我在wave4 然后比较晚 然后能不能讲一下 坐bus能够带什么东西 坐bus和坐ferry 加bus的那个路线的 这个利弊吧 谢谢 谁来回答 你们当地人回答比较好 因为我只做过中程的 中程好像到六点半以后 他就就 就基本上就 后面就没了 所以你要 要做bus 做中程坐bus的话 你 你可能会太早 我觉得如果想晚一点的话 我建议你做ferry ferry因为关了 不要晚 至于带什么呢 我觉得 上面也说了 就是你不要带危险片 另外就是说 只允许 就是说你带着那个小袋子 在牛马pick up的时候 你发给你一个小袋子 那个小袋子里面 基本上就装那个 那个 尽量少带 穿主 穿主了人的衣服 弄给自己吃的 我觉得this is it 不要带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没必要 上面 那边 Gatroy 香蕉 还有那个 北瓜都有 如果你吃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带自己吃一吃一点东西 我听说去年 去年是不是去的晚的 那个是bus还是ferry 然后车度非常厉害 对对对对 就过了ferry以后 再做bus 就是说 但是今年可能反过来 这个东西 是不是 对那是组织问题 我也做过ferry 下去以后一路 通常没问题 我觉得去年可能是 一个组织的问题 有些有些 对 当然疫情刚结束 很多东西 有些 而且这个mr 就说这个 这个we organize 非常厉害 这几年 就说明显quality 比原来要差多了 至少就说一个 全新过程 我们还是给他一点时间 就是说 这个也不容易的 做实在话 就是说 把这个五万人 从那个 软到那里去 我觉得真是不容易 只有谁有钱的话 削一个地铁 那就更 就大家都 一老容易了 是吧 但是如果不考虑 不考虑哪个 不考虑哪个 赌哪个不赌的 这个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做ferry 如果你是外地 第一次去 可能会体验 挺好的 因为景色 景色会很好 对我之前去 我 第一次去做ferry 感觉很好 那我问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 如果打车可行吗 你最好不要 因为我是比较相信 我跑了几次的话 我相信官方的东西 自己打车的话 任何变数 都会让你可能会 手忙脚乱的 所以说你早点去 到坐bus就可以了 无非就是早点 对吧 他即使说 他们出了问题 他会想办法 把你带过去的 他又会 警察会配合的 但如果你的车 出了问题 没有警察会帮你的 如果说你已经超出了 那个界限 时间范围 对不对 我是这样理解的 对 谢谢 我还听说 在那个 那里面 有medical tent 可以帮你去 比如说你腿有受伤 可以帮你绑腿 或者是你 有受伤 可以帮你绑 那个 muscle tape 这个是真的吗 在起跑之前 起跑之前 我不知道 一般的比赛都有medical tent 应该是的 就是说你一般的小的 好比说你需要一个创口贴 或者说有什么东西 一般的他会 他应该是会帮你的 但是就是说 应该会的 但是你得自己找 我想这样的 不用担心这个 但如果说大的伤 或者什么 那个就没办法了 扭了脚 或者什么的 我想也就不用跑了 对呀 但是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你气泡还没跑 你就受伤了 你要想要 问一个吃胶的问题 自己带去 对 现在那个胶 都说是isotonic的胶 那吃胶就 不一定非得要喝水 是吗 如果是isotonic 根据你们的经验 还是要喝水 因为吃胶不喝水的话呢 有些胶比较松 也是好下咽 但是你要帮助消化的话呢 还是要有足够的水分 和胶来配合 刚才说到了 吃多少胶的话呢 就是大家也回答了 就是前面几位说 你吃得舒服就行 你要把它消化掉 你不能在肚子里堆着 那堆着 你就不要吃下一个 一直消化完再吃 这个感觉的话 我想你跑几次 应该知道的 我的感觉就是说 如果我前一个胶 没有消化掉 或者没有足够的水分 在里面的话 我跑的时候 打个儿会有胶味 再出来的 那我觉得就没有消化掉 如果说已经 完全感觉消失了 那我就可以吃下一个胶 至于吃多少的话呢 大家也提到 大概是五到八个这个范围 我觉得你平时如果说 吃过比赛 没有出现肚子的问题 我想呢 多吃一两个 少吃一两个 应该没有关系 但是要保证 你的配素的体力 和能量的供应 最多的话 我吃过十五个 所以也没事 所以说 大家自己 就是说 根据自己 不要看别人 就是建议 那就是在到水栈之前 先吃胶 然后这样子 提前吃了之后 到水栈就拿水 就是这样子 对 你的胶的话 比较吸那种胶 好在就是说 你可以呢 离水栈之前 比较长一点 距离吃 这是 但如果说项目的固胶 比较干的话呢 你最好就是 起码是要在水栈前 不太远距离吃 然后有水要送下去 这样 问一个问题啊 提前一个礼拜 carbon loading 有什么建议 比如多吃两个馒头一天 还是说 多吃一碗牛肉面 大家有什么建议 高尹你可以回答吗 我觉得你肯定这个 我现在说实在话 我现在对 carbon loading 不是非常care了 现在 我觉得 但是稍微注意一下 不吃油腻啊 不吃蛋白质啊 那些东西 就是稍微变化一下 这个cap 比重更大一点 其实我 吃饭我还是少吃一点 因为你没有训练了嘛 是吧 训练少了 所以你不能就是说 吃的吃的太多 是吧 你增加体重 你这个血几克几克 你还得今天计较 你不能身体增加 好几半 你不care 我也不讲不过去 是不是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所以我其实就是 emphasize 一定要就是说 补水很重要 这个 我觉得比 补capability 更重要一点 就是说 你要一定要在 就是说 在比赛之前 你这个身体 把这个水分 储存足了 而不是就是说 你到时候 比赛那一天 早上 猛喝水 这样的话 你到时候找厕所 是不是 就是这个东西 要take time 就是说 你不能就是说 在比赛当天 有些生理师解决不了 快解决不了 就是说 同意 前一天可能多hydrate hydration的一个酸 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 就是你的尿液 颜色 就是可能要更淡一些 基本上没有什么颜色 就说明你的 然后你有 你有小便的意图 然后颜色比较浅 跟你平时比起来 说明你的身体 是fully hydrated 对对对 有特别什么水建议的吗 比如说那种 加盐的 或者加什么 水 没什么特别 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对啊 因为你平时 你也不怎么 我看二头的话 你也没必要 普通定解制 之类的 我觉得就一般的水 就足够了吧 我觉得 对 你赛前可以吃 前一天啊 可以好比说到了纽约 可以买两瓶 gaterie啊 北米晚饭 前那个补一个 早上单瓶喝就行 也就这样了 没有特别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就如果跟那个比赛的赛道的供应是一样 就行 就是熟悉一下 对 尤其是你对这个比较sensitive的人 就说像我就不sensitive 我什么东西教 我想拿就拿 反正我从那没有味的问题 所以说我不是很care什么牌子啊之类的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比较care 说到底是这个这个赛道上面的教 是什么牌子的啊之类的 就说如果你是属于这种体制的话 我建议你呃 事先适应一下 就是说 对还有一个天气的话 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跟你的补给啊什么的 其实有关系的 天热和天涼的话 你吃焦的多少 甚至补水 或者甚至是补gaterie这种的 有点差别 自己体验一下 包括纽约的话 看那天的湿度 如果你怕热的话 如果那天湿度不高的话 其实有时候 浇水也是个不错的一个降温措施 就是说 对有些人来说呢 可能四十度五度正好 但有些人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 如果说他们对到了五十度五十五度的话 就有点热了 如果说 我是觉得如果湿度够低的话 你要是持续浇水的话 相当于人工的只能降五度 所以说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怕热的话 向你们问一下 就是那个补这个水 还补饮料的话 是提前一个星期就开补呢 还是只最后一两天 因为我听有些 但我从来没说过 有的人他就 而且我看那个 最近看那个 就汉森那本书 他是说提前一个星期就要补一些水和饮料 但我不清楚你们做这事吗 还是说只是 就最后一两天补 你平时也要喝水啊 不是不是 他是说喝的多一些 不是说提前喝水 就是说要喝的更多一些 要比平时喝对 就是他说提前就要 就Hydration 知道吧 提前要多一些 让你身体 就是能够 就是能够多一些水 而且我也知道 有些人在 补这种饮料 我从来没这么做过 但我感觉呢 好像也没 什么什么影响 但我不清楚你们的经验 是不是有什么差 多喝水 多喝水没有坏处吧 至少这一周 饮料的话 就最后一天可以 我通常比如说星期六比赛 星期天比赛 我星期六一天 我就可以不喝水 我只喝Gaterade了 非常好 其实我就是可以的 对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我听到的话 或者说这样 就说比赛 从好比说 从今天开始 你到赛前的话 就不要喝咖啡英的东西了 除了当时说 你Gaterade最后一天 是不是这样的 是有人建议是这样的话 但是你比赛过程中 就说你喝Gaterade 这样刺激就比较大嘛 就是对 嗯 但是如果你本身 像我就不喝咖啡的话 你就没必要试了 就是吧 我是喝了很多 一天喝大概五杯以上的 所以说我一般来说 最后一周就尽量不喝 就是这样 对 嗯 那对你 你不喝了 突然在喝是有影响的 对那些 平时不喝咖啡的人建议 那个比赛前也不要喝 比赛的 不要去惨自心的 对 因为肠胃不舒服的话 是吧 特别会影响你的心率 就是那些片式咖啡 都开始手发抖 然后那个睡不着觉 有的时候 甚至想要看医生的人 你你你拿错了胶 或者喝了那些咖啡的东西 会很严重影响你的比赛 对 有发生过 不会你已经饿着四脉了 是吧 信奉一下到时就到了 那如果那从来不喝咖啡的人 喝了咖啡都有反应的人 还是不需要 我觉得 我是不喝了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看你没什么意见 就是说刚才伊莉也说到了 就是说睡觉的问题 我不知道就是说 外地的来的 不管是兴奋也好 还是说是国内来的话 有时差问题 在前一天或者两天 吃脑白晶有没有好处 还是说就是无所谓的 没这样的体验 我从来没吃那些药 我就是说你 包括我们像经常去海外比赛的 这些人 你能睡就睡 你不要等着晚上的时候再睡 你累了就睡 然后你前几天的时候 你睡饱了 不管你看你的表 过你过你whatever 就是说时序的时间 你睡饱了 你你第二天早上起来 也许起得很早吧 但是你前一天 比如说下午睡午觉 连睡了四五小时那种 你不要起来 前一天睡足了非常重要 对你提醒的 对前一天 就是比赛那一天的话 前天晚上 其实稍微睡点 没有太大关系 但前一天要睡足了 就可以 在前一天 就是说 对他有的人说 就是说星期天比赛 你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是很重要的 就说几天 星期六 反而就是你他你只要 relax就可以了 就是说 我记得我柏林的话 我就那天前一天就睡了一个小时 也也一样跑 就说一说 OK的 刚才伊犁说的很好的 就是对 那些教练统计过 说前一天 比赛前一天的睡眠 对那个比赛的成绩影响并不是很大 那些教练actually去给那些运动员 是专门是这么说的 那他这么说一个理由 就是说 一个是确实是事实 第二个呢 如果告诉你影响很大的话 这天就会更吓得 就更睡不着 那也确实是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关联 想问 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可能已经讲过了 就是比赛当天 很早就要到 到起点那个地方 那边是有吃东西的 是吧 有bagel啊 什么的这种 如果你去的 还是要自己带 对 你如果去的够早的话 那边的外面的tent 包括local camp 就是说那个 当地经营组 那个tent里面都有吃的东西 外面也有 我在里面外面都待过 还有那个免费的咖啡 Dunton Donuts的咖啡 然后还送你帽子什么的 确实吃的东西挺多的 但是很多人 他们也不会去吃 大家都是 偶尔有几个人 看你去拿 gatorade好像也有 好像连交 但是五点半就 sorry 但是五点半就坐车的 肯定要吃点东西 是自己带点东西吃 在车上吃 还是 你早饭一定要吃的 早饭一定要吃的 你想带着吃也可以 就是说你半个小时 就是说 卡路里 你九点钟出发的话 五点钟到九点 有四个小时吧 四个小时 你肚子里要存个比如说六百卡路里的东西 它慢慢会消化掉 你吃的越早 你的肠胃会 它是个process 它不是说吃完以后突然就消化了 对吧 你要给肠胃时间去消化 你都走到七号前 昨天吃一顿早餐 然后你就对吧 你没有时间上的消化 对 关键 那就是最好在做bus之前 对对对 你要消化 你还想排空掉 是吧 你不想整个带在身上 是吧 对 那要两个小时 对对对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四点多钟起船 就是说 这是五点半 五点半上车之前就把早饭给吃 你平时 你应该也吃点早餐吧 我觉得 平时就说 你就一个routine了 是吧 不要改变这个routine 我觉得 我一般狼人都不吃东西 对 但是大马的话 一般因为要大概波马和牛马 大概需要四到五个小时的期的时间 我一般是吃两个bago 如果说小马 你可能是两三个小时前 或者包括你long run 刚才说到的 就两个小时 吃一个bago就可以了 然后到了比赛前的话 我想大家也有建议 好比说 我听毅力原来也说过 他吃大白兔 就是除了吃早餐赛前的话 吃大白兔 然后你也可以吃个胶 然后这些 不过甚至你可以吃半个bago 在那帐篷里 都可以的 就是说 只是适当的补充 不要把它当成早饭来吃 千万不要吃早餐 但是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吃点少纤维的东西 就是说你不想这时候 就说要三大号之类的 那是很重要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 sorry 还有一个就是 就吃椒啊 喝水啊 在比赛当中 吃好了以后 就往地上扔 还是他有一个地方 有个垃圾桶 你就扔在垃圾桶里面 扔就好了 没事 你能看着在旁边顺手中的垃圾桶 就扔垃圾桶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尽量 就能在二页 美国的 唯一感觉好像是日本的 好像他要就你扔到那个 他们特别 特别讲究这事 有些文化特别讲究 但是美国的垃圾车自动 那个大车会 最后也会清扫过去的 对吧 他有专门的这个城市服务 你你就在 但是我 我建议大家还是说 扔在旁边去 因为你怕人家踩着会滑倒 你烧得好一点就可以了 对 对文明一点 我每次还是尽量的拿在手里 然后扔在水栈 你找不到那一桶 扔在水在旁边 水栈至少有的 挂东西至少 对对对 市长 现在几万人 每个人都知道地上的话 这也够那个什么的 对吧 对 还有一个提醒一下 就上厕所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因为坐车的话 有时候需要一个来小时 在车上 你最好的话 第一呢 出门前要上厕所 对吧 第二呢 就是说在上车前的话呢 如果说需要上厕所 最好也 或者你没有那个需求 也要上一个小 几个小号 否则你到了车上 即使你拿垃圾袋挡着 也没法上厕所 姐姐 真是到了堵车 憋的会很难受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到了里面的话呢 你自己 大家都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说应该可以的 别忘记往后看看 那些旅游车后面有厕所 有的 我坐过有 就说官方的是吗 对 官方的 会用大型的 那个旅游车 后面有有厕所 谢谢 现在所有的 校车就没有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比完赛之后 这个坐车的话 那当天是选手是free吗 还是比完赛之后 坐地铁也要带手机 没有这个代言 这么美丽的声音 我听得出来是谁说的 谁问的 有的当天 如果你在终点 那个Colimbus Circle 你进去通常那个时候 那个门都是打开 Emergency Exit都是打开的 对吗 对 是不用 不用地铁卡 对对对 因为我在想 如果带手机 In case 那天手机没电的话 我是不是身上 一定要带一些名钱 或者Credit Card之类的 所以如果是 那个像你说的话 应该不是问题 是吧 你不能 不能完全靠这个 你第一 说了它是打开的 第二呢 也可以让工作人员 帮你打开第三的遇到人家 真不给你打开 你还得有 我觉得你背个 当天都是开的 因为塞太多人做了 所以他们基本上 我我以前的经验是 那一天去都是牛 就是选手都是都是可以直接进 OK 好的 但是你是说是某一个特别的 最挤的那个 就是那个终点那边 对 终点 Colimbus 有些人他位置不一样吗 我说如果你带Credit Card 带芯片的Credit Card的话呢 基本上就可以刷卡进展 现在都一耍就可以了 现在 对 那个不占什么地方比赛时候 如果你不存包的话 对 虽然说终点那地方 就是刚刚你讲的地方是开的 结果 但是如果找不到那个地方 或者说你那个 那个到最后人多挤不过去 而我们建议还是自己要带点零钱 对零钱或者Credit Card 这个最好是你帮那个Google Pay啊 或者是Apple Pay Activated 你的Credit Card放电话里面 然后你过的时候 你把电话一弄就可以了 有点地铁不止进去要刷卡 出去也要刷的 就怕手机到时候没电了 就怕手机到时候没电了 有的时候那手机 比如跑的时候照相啊 或者跑时间太长了 那手机可能就没电了 所以说建议大家 如果你不存包的话 或者不带手机的话呢 你拿一个那个塑料袋 就是那个塑料袋的话呢 把你一张Credit Card 然后把你一个 你回旅馆的一个地图画上去 然后呢包好也防尸 然后装到你的任何一个 比赛的一个服装内 应该没有问题 不在任何地方 只要你别掏胶的时候 吊出来就行 确定安全就可以 这样会省很多事情 因为比赛结束以后呢 人整个一个状态 不能以正常人状态 才去想 所以说完全是动的傻的 或者说没有意识的 所以说你拿到有Credit Card 有地图 你就能尽快的回到自己的旅馆 然后这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你的地址 那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highly rely on这个 phone 就说你平时也记不了 电话都记不了 是吧 所以很重要 这一点提醒很重要 对 存包是前一天是吧 对 那有些人 比如说你在跑到中间 有些状态会退出的 所以你如果你要是有带上这些钱 或者Credit Card 你随时都可以回去 避典的非常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是坐那个Ferry的时候 我们Wave 1的6点钟的Ferry的话 到了另外一个对岸的话 那个车程从那个Ferry Drop Off 到那个Athelic Village 大概有多久 刚刚提前是90分钟 如果你从上Ferry 对 从上Ferry到一直到Athelic Village 是90分钟吗 对 就是他下了Ferry以后 你知道还是要有一段 就是你要转Bus 那通常就是那一段 还是要排队 那如果你早点去 必须对比较短 可是到后来那个对 有时候有的人都排了快一个小时 才排到到后面比较多人 所以还是尽量充足一点的时间 谢谢 好我们还有三分钟 谁要有问题的话赶快问 我们是那个外地的跑者 就是我们那个航班呢 本来是六点 现在改成四点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 比完赛以后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赶到那个JFK机场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时间上来得及吗 然后我们做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最方便 最不堵车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刚才你们提到说比赛的时候 要把那个Credit Card带上 是不是就是说到了纽约 我们不需要买 专门去买地铁卡 随便一张Credit Card的就可以刷卡过去了 好谢谢 我可以来帮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的 任何一个地铁站 你都只需要在进去的时候 拿Credit Card贴一下 他的那个扫码机就可以 不需要买地铁票 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听起来可能会有点紧 因为您跑完马拉松 他走出牛马的这个终点 回到酒店收拾行李 这个需要把您的时间算好 第二点就是说 关于当天的交通 如果说是牛马的这个情况 然后您的这个交通 在某种程度上被路线打到了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可能会带来问题 所以说我建议是 如果说您一定要赶4点 那么坐地铁 特别是Long Island Railroad 然后坐到Jamaica 去换是比较快的方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到机场 要买了个地铁卡 然后有一种七天的那种 他有额外收费从机场出来 然后到曼那顿那里去 这个是怎么运作吗 非常好的问题 AirTrain是单独的票 AirTrain不可以扫 Predit卡 OK 起码在三个月前是这样 AirTrain你需要到 AirTrain的车站买一张单独的卡 除了AirTrain以外 纽约市所有的地铁 以及公交车全部都可以用 Predit卡直接扫 所以如果那个AirTrain的话 我先要就买一张 然后到了下一站 才买那个七天的那个卡吗 对 而且我不是很建议您买七天的卡 我建议您就是做的时候就刷得好 刷Predit卡就好 那当然这个是您自己的决定 但是一般如果我们有在纽约 所以您可以到时候现场决定 如果您同一天要做 纽约地铁站两小时算了 超过两小时才会重新计较 就是如果说是地铁站公交 对 好 谢谢 那我们那个 我们住的地方呢 大概就在图书馆附近 是不是当天比赛完以后 走路会比坐地铁 更快回到酒店 我知道时间快运完 您可以私信给我 如果您住在图书馆 您可以去那Brand Central 去坐Line Island Railroad 好 谢谢 也就是Line Island Railroad 可以直接通JFK机场 对吗 不需要再转化 直接通Jamaica 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 去JFK机场的一个中转站 好 谢谢 所有的公交都要通过那里 对 好 谢谢大家参与 今天晚上我们就到这里吧 好 祝大家好业 我们下周见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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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